大家好,我是梁萱的學姐,陳大,林樂社的成員 我是吳馨如 那今天我會先講 是因為我有PPT,所以我先講 就是比較落夢一點,所以有PPT 那我想談的就是說 到底今天是 就是到底學生 就像剛剛回答 到底是所謂的學生還是勞工這種議題 以及如何拿捏良種身份的狀況 好,那第一個部分是我想先談 因為剛剛提過大家的字節 其實就可以知道說 來自於不同的領域 或者是在身分 或者是職業上都有不一樣的狀況 那在 至少在現在的一個教育場域裡面 都還會跟你講說 考上好工中,真會有好大學 好大學就可以找到好工作 但其實這吸引去騙人的話 因為在台灣現在的整個世代不爭議 或是整體的勞動條件是惡劣的狀況下 跟人力結構沒有調整的改變之前 你根本不可能會有一個好的工作 甚至是好的工作環境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 來,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是好工作 對於好工作的定義 每一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 那我記得就是我在念大學的時候 因為我現在是碩士丹四年級 我在念大學的時候 是念台中教育大學 那個時候我們就有一句話叫做 錢多事少離家機 睡覺睡覺自然行 這是一份好工作嗎 或許對有些人來說 這是一份好工作 但對於有些可能有不一樣想法的人 他會覺得這不一定是好工作 Anyway就是說 對於工作 你的想法是什麼 你想要為這一份工作付出到哪裡 你對於工作的責任 你想要負擔到哪裡 那你會不會為了工作 而犧牲個人生活這件事情 就是說這是每個人的價值選擇這部分 可是我們就會看到 是在台灣的傳統社會 或者是其實一直複製到現在 就是說辦公室的他們都是勞心的 我知道這樣講可能不是非常合理 因為兒子低估了那個個體差異性的 我也可以在整體大概來說 就是很多人或者是爸爸媽媽都說 他在辦公室的啊 就是洞腦袋的這樣子 可是我們會看到的是 有更多更多的人其實是處於勞動的 那我們回過頭來 那坐在辦公室裡面勞心的人 難道他沒有勞動嗎 他其實是有勞動的啦 他透過他的學識透過他的精神 我們都一直處於一個被勞動的狀況下 如果是一個被勞動的狀況下 我們來看 不管是藍令階級或班令階級 其實我們都一直處在於勞動的狀態 尤其在現在 有所謂的新自由主義 還有全球化的影響之下 你們會看到的是 或者是台灣 日本 韓國 美國 他們等到所謂的高公室 其實都是讓人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情 那這樣子一整波的全世界幾乎有一些 比較所謂高公式的國家 台灣也名列其中的時候 就要去思考的是 我們真的要為工作 犧牲自己的科業 犧牲自己的生活品質 或者是說 我們想要為工作負擔到哪樣子的程度就好 那第二個是我想談的是 在校園外的部分 其實現在很多今天發佈的 台灣有一半的國人以上 好像年收入不到50萬 50除以12 一個月大概是4萬多 4萬多在台南很好生活 但是4萬多如果在台北呢 光房租就1萬了 你剩下3萬塊 你的交通你的是跟 娛樂那一些能夠嗎 這大家都可以想 因為 現在或許還是學生的人 你可能感受不到那個急迫 可是如果你現在是就業的上班族 你一定每一分錢經濟計較 像我在念大學的時候 愛票在哪兒幹嘛幹嘛 衣服啊 一次花兩三千 然後化妝品一次再四千這樣買 等你到研究所 錢自己賺的時候 就不是這麼沒事了 對 那你就是說 你就是說到底 在進入職場之前 進入職場之前 我們現在的大學裡面 到底發生什麼事 進入職場之後 我相信現場很多的學長姐 就是說在人生經歷裡面 是我的學長姐的這一群人 他們有更多的一些勞動經驗 但是在現在的校園裡面 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在校園裡面 補群就是說 在校園裡面生活的人 要嘛就是教授 要嘛就是行政人員 再來就是這群學生了 好 那我們一看到是 教授們因為升等跟評鑑的制度 所以他們其實有很多很多的工作 是超出了他們本來 就是說他們拿到的薪水 跟他們應該做的工作 你就是說教授其實也面臨的 我拿的薪水跟我所付出的勞力跟行力 是不一樣的 像在美國他們很多教授 其實是不用負責行政事務的 他們的行政事務 有自己的行政系統再去跑這樣子 像我知道的是小學 小學那個物風國小喔 他們的那個行政事務就是有行政人員 那他們的老師就是代班的老師 就只付了代班授課這樣子而已 也就是說其實行政如果他是一門專業的時候 你應該要擁有的就是校方應該要擁有的是行政人員 而不是把一些教授也挪來行政史擔任這樣子 好那老師們就會覺得自己被博學了 可是沒辦法老師是公務員啊 然後他有很多工作必須得做 所以他就會去評級助理 那在校園裡面擔任助理的部分 就有兩到三種這樣子 就分別是教學助理 教學助理就是說他是負責教學業務的 所以不管是老師上課的PPT 或者是代班授課 甚至是有些代討論都是教學助理在做的事情 你會覺得Amazing 就是那為什麼全台灣要P 就是花這麼多錢P教授 結果上課PPT是助理做 上課代討論也是助理做 奇怪那老師做什麼 然後告訴你 有 我要做研究 那真的有做研究嗎 大家可以想想看 好然後再來就是研究助理的部分 研究助理的部分是幫老師們進行專題研究 有些老師會建國科會計畫 或者是他會跟外面的廠商合作 就是尤其是理工科系的 他們會有產學合作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進行專案研究的工作內容這樣 那再來就是大學生 在場的幾位大學生 比較常見是我大學在宗教大爺 那時候我時薪是98年代的 所以就是我當了大三大四我都在打工 然後就是工讀生跟理石工這樣子 那他必須要做的工作內容 其實如果有打工過 或在Seven全家哪裡打工過都好 就是說其實一般的 大概狀況都一樣 也就是說那其實是一種 比較沒有需要那種專業 所以那個專業就是說 你可能有一些 民主助理需要會的那種語言程度 或者是說辨別資料的那些細膩的度 其實工讀生跟理石工其實是可以不用那麼細膩 那也就是說我都會很推薦的說 工讀生跟理石工其實就是一種雜工 對他們就負責打雜嘛 就說買便當買飲料什麼之類的 然後現場遞麥克風茶水 我想剛剛就很不好意思 就現場那些麥克風茶水 老師們如果沒有這些小煎冰 其實老師們也做不了事情這樣 好那行政人員因為在現在 所有大學裡面的編制員額的管控之下 所以他們其實承擔了超過原本的業務量 可是這樣子的狀況跟老師們一樣 就是說他們應該要有更多人 來做這麼多事情的時候 台灣因為整個人力配置的那個結構沒有改變 所以變成他原本要配置的制度僵化 像城大我知道的是 我們城大有那個一千三百多位的行政人員 是不是公保身分他是老保身分 可是如果我們很仔細去想的話 他跟那原本有公保身分的行政人員 他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也就是產生了同工不同酬之外 連身分階級都產生了這樣子的狀況 好那既然行政人員有這麼多的業務量 可是因為做不完 然後即使得任期也做不完的狀況 像他只好是編集公保身 那在校園裡面的學生 就會變成說要嘛擔任助理 要嘛擔任公保身 助理像在城大的系統 是比較多研究生去擋的 那公保身就是大學部的小朋友去擋這樣子 那那個時候我印象中那時候 像我在宗教大要打工是因為家庭經濟關係 所以我必須要打工 可是有些可能像成大那種 真的就是所謂的世代跟家庭複製的狀況之下 也就是說那個文化資本複製之下 那很多其實只是去學習一個經驗的 他沒有必須 他沒有需要負擔家裡的手機這件事情 好那你就會看到說每個人 不管是擔任臨時工或是助理 其實背後都有他個人的原因 可是在現在整個大環境結構裡面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查一下 我們的就學貸款的人數 我們在從事勞動的校園裡面的 這些工讀生的比例跟人數 到底有多高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其實不是去學經驗的人多 而是負擔家境的人多 尤其現在因為校園的工作場域 算是比較安全的 就譬如說你去站7的大業 你可能會被搶錢 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可能有其他的狀況 但是在校園裡面相對是屬於安全的 那你因為相對是屬於安全 所以很多老師就會來judge 我們就是說那你在校園 相對給你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 為什麼還要這麼多 那你下午就要來問說 為什麼我還要要這麼多 那原因是在於說 助理他剛剛我剛剛提到的 助理的部分 教學助理他負責是改考 就是代討論製作上課講義 啪啦啪啦之類的 請問這是學習還是勞力 大家可以想 我沒有了解答 但是大家可以想 就是說學生跟勞工之間 這樣子一個兩種身分 放在一起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衝突 或是一定會衝突嗎 一定不會衝突嗎 這大家可以去想 好我先講一個改考卷好了 我們在現在 不管是你大學部 或是國中校 我們都不會看到 不管是培養師資 或者是你們在上課的科目裡面 有一堂課叫做改考卷技能 好像很簡單 改考卷每個人都會 我小學三天級 就在幫老師改考卷 誰都會 但國立成功大學的教授會告訴你說 對啊改考卷是從學習 不是一種勞務 對他老師們認為 或者是在世代觀點不一樣 然後那你是在學習啊 因為你去補習班 也在改考卷啊 可是問題是 補習班還有附我薪水耶 補習班要附我薪水耶 那學校呢沒有 那也是教學助理 對 好再來 研究助理的部分 他們現在 因為研究助理常常做的是 有些老師像理工科的 他可能會附著 就是學生會附著在老師的 那個實驗室裡面 然後去跑一些 data 或是跑一些化學的反應這樣子 那老師們就會說 因為你是附著在我的實驗室 那你所做的論文跟我的實驗室是有關的 或我所從事的研究內容是有關的 所以你應該是學習 對 但是對於人文社會學科的學生 我來講就是說 老師今天做韓國流行偶像劇 那學生我一定要做韓國流行偶像劇嗎 沒有嗎 對啊 那我既然不是做韓國流行偶像劇 我就幫老師搜集那些偶像劇的內容 然後老師要我去巴拉跑圖書館 借那些資料的時候 那是不是這種勞動 他跟我所學的也沒有關係 好 都可以下 那第二個部分是 公讀甚至理事功 就像我跟他講過 他是雜工 既然是打工開門打掃影印 請問這些東西是你本來就會的 你需要透過學習 才學會了開門打掃工影印嗎 那如果你不是透過學習而會的 為什麼他稱之為學習 為什麼他不是一種勞務 對 勞動部的看例 我這邊也謝謝凱雄 為什麼要求我來 是因為我的個案其實是造物 就是晚於台大工會 台大的學生 跟他們其實有一群人 然後他們成立台大工會 是最早把高等教育裡面這些 兼任助理的勞權這個議題 先跟政府打官司 而確定有勞部關係的 那我的部分是因為我是個案 那我就要先講的是 就是在2014年就在去年的3月 勞動部有召開個案認定會議 就在318之前太好了這樣 然後就召開個案認定會議 那時候陰錯陽差 其實我是2013年11月 我就在網路刷FB 然後就看到高教公會 然後他們就那時候就在召集大家 就是那個聚名監據 那個兼任助理沒有 然後健保這件事情這樣 我想說反正網路連續那麼多吧 啊我也寫一下好了 誰知道 寫著寫著高教公會電話就來了 就說欸我們把你投出去了欸 然後我就蛤 什麼你們完真的喔 然後就又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開個案會議之前 高教公會其實他們內部有自己的認定 就是說不跟勞動部 然後也不跟自方 自方也就是所謂的校方 開個案認定會議 因為高教公會的立場是 我正義應該是同盤認定 也就是說全台灣的大學裡面的 兼任助理都要一體適用 因為大家都在從事勞度 勞動付出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高教公會電部就說 不開個案會議 不開個案認定會議 那我又因錯陽差遠在台南 所以沒有接到訊息 然後我就傻傻三月去開個案認定會議 那在那一場個案認定會議裡面 就十幾個人 只有我一個學生 校方排了三名的 一個是法律系教授 一個是人事事主任 然後一個是法律的 成大法律資益這樣子 然後就來討論說 到底學生是勞動部 還是學生是學習這件事情 那在勞動部的個案會議上面 校方就講說 學生去學校同事的活動都是學習 所以今天舉辦開門打掃營營 那些都是學習 所以既然是學習 為什麼我們要付他薪水 為什麼我們要幫他報報報 對 這是校方的說法 然後校方也認為 學生只能有學生身分啊 不然他為什麼叫做學生 這是校方的說法 那一場的會議 會只有我一個人去 而且那是我 我從 我完全沒有參加過社會議題 就是在2013之前 我頂多在研究室開一些訊息 所以那一場會議題是嚇到我 可是嚇到我同時又帶著憤怒 就是你可以看到 校方的教授 念法律系 他告訴你這些官美堂房的理由 因為那個時候 我腦袋只有就是腦衝血 這樣一句話 有一句話 學生跟勞工 難道只能有一種身分嗎 誰規定的 政府沒有規定 學生跟勞工不能重疊啊 而且再來 我今天在校園裡面 我今天從事的這些勞務 沒有錯有學習成分 但他大部分的影響是影響了資方 有沒有人力去做這件事情吧 你就是說換過頭來 換個角度想 就是說我們過去常常會想說 老闆聘其名 老闆好偉大 但換了你想想 今天老闆如果沒有老子 你老闆什麼都來不了 老闆一個人而已 他只有兩隻手兩隻腳 他有的只有錢 但他沒有人力 如果今天人民 或是他的員工 有這麼多人可以串起來 然後告訴他說 我就是不敢 除非你給我好的待遇 就會像德國一樣 他們在罷工 然後他們的社會是支持罷工的人 像台灣的臥貴 然後告訴你說你過去 我想這是完全不一樣的社會氛圍 跟不一樣的人文思考 對 好 那那個時候我就 導充寫我就跟他講說 那在場的教授 你也只能選擇一種身份 你在學校當教授 你就不能當系徒人 因為那也是不同的身份 對啊 那為什麼你可以當我不能當 為什麼你有兩份薪水 我只有一份 而當我還要 要這一份的基本保障的時候 全部把我當回原型 叫做全部都看成功讀生 其實他更爽 所以現在很多堅韌助理 就像剛剛那個 是當當嘛 剛剛講很多都是責任制 我自己的老闆就是這樣 都是責任制 只是個兼韌助理 都是個責任制 更何況是專任助理 好 那實務上其實是 很多學生從事的是非學習性質的 什麼叫非學習性質的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今天 我聽過一個最純的例子 這也是為什麼我要站出來 我對那個人沒有責任 但是我覺得他很辛苦 那是一個成大的同學 然後他是當老師的堅韌助理 國課會堅韌助理 他必須 老師那時候在改case的時候 他必須從晚上十二點 等老師趕到六點 六點完之後 八點接老師孩子去送幼稚園 送完幼稚園 要幫老師買便當回來 好 他可以休息了 休息完之後 老師隔兩天接到國家考試 國考的那個 要命題的那個內容 也是這個堅韌助理幫老師寫 然後這就算了 連老師國課會研究計畫的報告 也是正會助理幫他寫 只有這兩個層次很可怕 第一個層次是 哇塞 老師的程度可以爛成 只要有堅韌助理寫 報告就可以交差了 第二個層次是 這也太行漢了吧 也就是說 當我聽到陳他有這樣的累 對這樣子的老師 而且這樣的老師 甚至還在中央 甚至是經濟部的一個 受訪學者的時候 我就覺得 好可恥 這些人真的好可惜 你在喊著所謂的經濟自由 你在喊著所謂的台灣 要往前走的時候 你其實是剝削自己的學生 對 所以我為什麼會走到今天 是我覺得 我不想要再有那樣子 就每個人都是人生父母一樣 憑什麼他們是別人家的孩子 我們不是別人家的孩子 憑什麼他們12點可以睡覺 我要工作到三四點 還沒有辦法說 這次必須爆肝 過勞死 憑什麼 對 那 開完那場認定之後 校方就很神奇 校方就 喔 因為那一場聽到 讓勞動物 我眼睛我自己亮這樣 就 反過來 滅滅氣 我那時候就有 抖抖抖這樣 就是說 我就覺得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就是這些老師們 為什麼要一直否認 因為學生有付出勞悟這件事情 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我現在挑更遠 就是中心 我知道是前年還去年 實驗室有炸掉 所以有一個研究生也不是這樣炸毀的 那個時候我就笑笑地說 啊 不就還好 那個人不是我男朋友 那不是我男朋友怎麼辦 要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這是非常現實的問題 研究生在進行研究 實驗研究的過程當中已經炸掉了 去年國科會也有一個高雄的樣子啊 海洋中心的樣子 那也是做研究啊 就溺死啦 這些事情都不要發生就好 但萬一發生呢 陳大教授告訴你 可以啊 我們可以募款 我們每次像發泄一樣就好 我不是拿發泄的事情在開玩笑 而是說這些老師呢 忽略了會出現的違憲 以及他們忽略了 他們應該要在乎學生的安全 這兩種議題 好那勞動部後來在四月的判例裡面 他就因為我是第一個 以個人身分去打張子官司 而且進入到各個 就是那個跟資方協調會裡面 陳大被勞動部認定是 勞固關係當事員 所以我的部主是國立成功大學 不是我的指導教授 不是我的老闆 是國立成功大學 因為我的老闆也受固於 某程度受固於國立成功大學 所以好了來了 為什麼勞動部認為 我跟國立成功大學具有 就是勞部關係 那個原因在於 勞動部判定的過程裡面 就是他去依據了三個從屬性 那等一下我講三個從屬性是什麼 第一個是人格的從屬性 也就是說今天老師他call你 你可以不到嗎 你如果可以 你們就沒有人格從屬性 但是如果老師call你 你就要到老師對你有監督 跟指揮的權利的時候 那就具有人格從屬性 這是第一點 而人格從屬性通常都是 勞固關係能不能成立的 最重要的那個因素之類這樣 再來有沒有經濟上的從屬性 也就是說老師今天不發給我薪水 我是不是就GG了 對我就GG了 所以有沒有經濟上的從屬性 有 對所以通常勞動部在判例的時候 他不會去看你那個名稱改個天花亂墜 叫做實習啊 叫做那個現在好像大學部 還有服務學習這一類的對不對 那那個都是將來必須要打的戰場 也就是說勞動部他在判定的時候 他會是看你的實質內容 尤其是實務內容 到底是做了什麼樣子的互動 跟你的雇主之間是有什麼樣子的互動 而去判定不是依據名稱 可是這有一個非常難的前提站出來 就是你必須站出來檢舉 勞動部才會介入調查 當你沒有辦法站出來的時候 勞動部會跟你說不好意思 或是沒有收到檢舉 或是沒有權力進行調查 這是最可憐也是最可怕的地方 很多包括現在的全 如果我們明天就要在台北 跟高校公會跟台政清交這幾間 已經開始跑的學校的學生 我們也要做出來的那個組織就是說 面對這樣子一個狀況該如何解決 就是說很顯然的在勞動部 不管是中央主管機關 他們的判例裡面都告訴你說 兼任助理是勞工 但校方就會告訴你 沒有你們不是勞工 你們是來學習的 那所以在勞動部判例裡面 他就直接講說兼任助理應該要 勞工身分而且再來就是選 校方應該要為我就是那時候的我 就是投保勞保這樣子 那我理想說大學非常的好棒棒這樣 他就依法行政 那依法行政呢 他也不是從學校的經費出 他就叫我的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業務費出 你知道其實很可憐 這種人其實像在成大裡面的老師 他如果沒有去申請國科匯計畫 一連一台一連鬧就沒有 成大不給他電腦 成大會說因為我們都是依照那個研究 跟年資來算 所以老師們連一台電腦都沒有 如果你們要申請國科匯計畫 可是老師當他們憑我 申請到國科匯計畫的時候 他的業務費被學生這麼一檢舉 要拿去付學生的保費 對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將來遇到的挑戰會更大 就是說我們不是只有校方而已 跟我們最接近的老師也會起來反彈 對 因為這動用到他們的營就進費了 好 欸 sorry 好 那剛剛講到是一個運動 也就是說個人的先離開了之後 那校園內一定有所謂的保守勢力 所以我稱保守勢力先 不論他到底好或不好 而是一個他就是跟過去不一樣的過程 所以會讓人家不舒服 讓哪些人不舒服了 校園內讓教授跟校方行政不舒服了 在校園外讓教育部 勞動部跟科技部也不舒服了 因為這群人太會吵了這樣 就是三不五十 兩三個月去他們前面包圍啊 然後也是往路上那邊吵吵吵吵吵吵吵這樣 然後媒體的美光燈又給夠 所以就會比較focus 好 校園內的這些不舒服的人 像我剛剛講的教授 有教授理工課教授他們非常好 在我們要求最基本的勞保之前 其實他都幫他的研究室的學生保了 所謂的意外保險 這個老師就真的只有一個老師 然後他是從他自己的研究經費 甚至是個人的信奉裡面出錢的 可是要遇到這樣的老師有多難啊 陳大念機器前一任的那個系主任 我就不避諱直接講 前一任系主任 因為他就直接講 出事情我們再募款就好了 那你把這麼多的錢砸進去 那個不會發生危險的場域裡面 那不是浪費錢嗎 如果每一個雇主都可以這樣講 每一個雇主都對自己的 所謂的工作 對於他給員工的工作環境 都這麼有把握 難道所有的員工 或是所有的勞工都不用保勞保的嗎 勞保給予我們的 給予員工的 或是給予勞動者的 通常只是最低最低的保障 可是在台灣好像擁有勞保 是一個最高福利待遇 你如果走在路上 你去看到便利上面或哪裡 那這台廣告上面跟你講 有我們也有高的福利待遇 叫做享受勞保 然後月休幾天這樣 就很方 天啊 那不是最低的門檻 什麼時候變成最高的門檻 還可以拿出來需要 對 好 校方教授是一個 所謂的不舒服的 老師們很不舒服 除了老師們不舒服 校方行政不舒服 他們就開始算錢了 就告訴你 每個學生如果有投保勞保的話 他一年 像成大 一年要繳兩三億的勞保費這樣子 他就說 反應對成大來講很辛苦很辛苦 成大每年 校務會 你知道在裡面都發那種紙本 開完會要收回去 成大那個研究基金投資 研究基金投資 每年都賺六七十一天出來 然後告訴你說 這兩三億五天比起 然後那個時候 我其實就很生氣 因為我在去去年到今年 我擔任成大的那個 校務會議學會代表 就跟他們講 你們這些老師很可恥很可惡 你們每天在那邊 雖然說成大每年收入多少 可是你們有去想過 學生要的就是最基本的 然後你們竟然告訴這些人 說沒有 你們沒有 甚至還要把他們全部打合公讀生 然後我就心心想說 你們這些老師 講的一天 如果我們要這樣子玩的話 哪一天你們這些老屁股 被這些年輕人乾對 我只是乾好了 我說很實在 其實這是環環相扣 也就是說台灣的那個世代裡面 現在老屁股是退休 可是說很實在 老屁股退休 真的有退休金可以拿嗎 如果這些年輕人普遍欣品的話 普遍腳步出他們每個月應付的 國民年輕勞報 這些老屁股有退休金可以拿嗎 別想賣工嗎 所以我就說 我常常恐嚇 學生那些老屁股 就是說你們別想著 可以做得高高的什麼事都不用理 叫年輕人聽死拼火 因為我們今天遭受到的狀況 是你們這些老屁股造成的 所以 校方行政他就用錢不夠 那我們就跟他講 錢不夠 你就往教育部去推啊 這是教育部剛才付出來的錢 他說沒有 你知道嗎 教育部現在都在等明年總統大選了 所以你們能做人家 就叫所有學生回去投票 我心裡想說老師 你怎麼說不夠了 我再跟你講這個 你再跟我們那個 他叫我們不用做主席 也不用串聯 也不用跟學校吵 叫大學生全部回家投票 然後選另外一黨你知道嗎 我心裡想說 即使政黨政治正確 都不會相信你這種話 因為那不是一種互相可以交換 或是互相可以融合的意念這樣子 好 那主管機關的教育部 就我們這一整年打拼下來 中央有那個部分區 民進黨部分區的立委 陳潔如立委 因為他是那個環安衛的那個委員之一 所以他的助理其實一直很積極 該跟台大跟承大這邊聯絡這樣子 然後勞工部 他們其實非常願意幫學生 可是就像我剛剛講 他們只願意個案認定 也就是說你必須站出來檢舉 然後我們開個案的認定會議 那個案認定會議通過 或者是說到底是不是勞工關係 他們才有辦法 勞工部才有失利的點 可是如果學生站不出來 或者是行政人員不站出來 他們就沒有權利介入 這是我覺得 這是勞工部失足的地方 因為他應該做的是 通常認定這件事情 好 那科技部 就像我剛剛講的 大學裡面的老師 除了他林本鳳 也就是說教育部給的薪水之外 透過國立成功大學給的薪水之外 很多就是接國客會計畫 那國客會計畫的錢 其實來自於所謂的科技部 就是所謂以前的過去的國客會 你看國客會非常阿薩利 他說以前的專任助理 一開始好像也是沒有所謂的 勞保 勞健保這件事情的 是後來在改系統的時候 然後專任助理也同時改了 變成是有的 就是說當老師在申請計畫案的時候 系統就會直接跳進去 就會把專任助理的勞健保 他一整年所需要的經費 就直接帶進去 老師的研究計畫裡面了 那科技部也允許了 就是說兼任助理這一塊 將來也會怎麼做 也就是說科技部跟勞動部 很顯然他們其實是願意幫忙的 那這樣子願意幫忙當然 每個部會都有 每個部會的各自考量 對 包括像衛福部還有 衛福部他之所以也願意在旁邊 從他撤擊或者是說給一點施壓的可能性 是因為衛福部他們有一些 那個年金的那個急劇的問題 都是需要如果我們這一批的 所謂兼任助理都可以算進去的話 我每個月被抽掉的那271塊 雇主被抽掉的749塊 就至少可以往勞保的那個黑洞裡面進來填補 那先不用去 我個人會覺得即使他們背後 都有自己的政治考量 那也沒有錯 因為他們在那個位置上 只是說我就一直搞不懂是教育部 所以教育部在自己 尤其是今年來 你就看到他不管是其他小 像高中生的議題 或是兼任助理的議題 他們都踩得非常硬 像他們就找 他們就在去年6月的時候 就公佈了一個原則草案 那個原則草案 那時候政大就開始先偷跑了 叫做你研究生要畢業 碩士班要畢業或不是班要畢業 你要先去當過教學助理 他直接跟BM刊綁在一起 從原本 這就是我覺得這是一種反錯 就是說當我積極正面 要去掉東西的時候 結果保守勢力擋回來 是把我們過去原本應該要給薪水的 通通打掉 甚至直接跟BM刊綁在一起 政大已經那時候已經先偷跑了 就跟BM刊綁在一起 結果 教育部在今年7月沒多久前而已 教育部跟勞工部 同時公佈了兩個指導原則草案 那照理說其實教育部 我們回過頭來 如果勞工關係的認定是在勞工部 憑什麼教育部 可以做這樣子的原則指導草案 憑什麼 這也是我想明天跟大家開會的時候 可以談的 就是說他不是一個主要負責的主管機關 那為什麼他可以做這樣子的認定 或是做這樣子的解釋 好 那接下來要見到我講的那個犯錯 就是說學生群體的公式其實還沒有 因為在台灣 勞權這件事情其實算是很沒了 就是很 比跟我們比較接近才開始有人在談 因為整個高工時跟整個社會過勞死的 那個狀況 所以我們開始會去注重 所謂的勞動權益這件事情 那所以他算是一個比較新興的議題 可是新興的議題 他不但沒有在大學裡面發校 你們可以去思考一下 就是在國外 在西方 他們大學裡面其實帶領著很多 新的人文思潮往前走 帶領他們的社會往前走 但台灣不是 台灣的大學 我就先等一下你們可以聽聽施大利 超可愛的 好 那個就是說 為什麼我提到這裡就是說 在校園裡面勞權議題 我老實說真的非常少數在關係 就每一個議題其實都是非常少數在關係 只是看你努力的程度到哪裡 以及你被看見的程度到哪裡 那為什麼我說學生群體的共識是 在成大離開我們同溫層 尤其是成大從2月開始實施了單向勞務 對 單向勞務這件事情其實也很靠北 就是勞動部的法規說你一個員工 在一個公司裡面只能有一個身分加寶 程大就把這句話擴大解釋 我不知道就他們校長林選的黑箱搞成這樣子 然後這一句話的解釋 他們就把剛剛那一段 以一個身分加寶這件事情就擴大解釋成 學生只能做一份勞務工作 對 所以你學生如果兩個勞務工作 然後告訴你不行 你要好去擔任學習型工作 那你都知道換上不換腰或換名字而已 什麼叫學習型工作 學習就是當老師的學習助理啊 那一樣在從事勞務啊 但成大就不管 他就限制學生的工作機會 對 好然後因為成大實施了單向勞務這件事情 所以畢校有所謂的法律系 這些法律系學生才嚇到 就是你怎麼會這樣子 我原本兩個工作機會 只剩一個工作機會這樣 才開始出來 那他們出來又不像我們參與的神 所以他們會一開始就說 都是你們是全人出來要什麼勞健保 才會搞得我每個月要扣薪水之外 我還要減就是工作機會還要減少這樣子 所以這這樣的狀況其實不只在成大 台大也有這種狀況 所以其實這幾波運動的組織者 其實自己都在想說 當時候是不是路徑或策略切錯了 不應該先從法律層面切入 而是應該先跟學生互動 然後跟大家聊勞動關係 然後勞動權益這樣子的運動方式 這當然我們事後都可以再談 那學生同學都被產生 就是同學們就被老師們就是編長減行 譬如說雇主負擔的749 一個月749 他老師就說那個就直接從你薪水扣這樣子 也就是說錢透過 錢帳面上一樣都是進到學生戶頭 但是你頂到錢之後 你要吐749塊回來給老師 對 這是非常厲害的那個操作方式 那不就是多解工作機會 師大剛剛我聽到那個圓寧講說 師大把體驗全部砍掉 就是教學全部砍掉 我現在等著看師大老師會不會錢跳腳 那還有就是雇主負擔轉下給學生這些人 然後另外一個程度就像我剛剛講的 運動策略跟運動方向不一樣 就是說我們到底是要從法律層面先處理 因為我們這一波其實是從法律層面先處理的 可是這樣子的反錯其實是重傷 老實說我覺得是重傷 那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要更苦練實練 紮實的去跟學校的同學互動 做什麼互動 做勞動權益相關概念的互動 以及勞動權益法規的理解跟試讀 所以像陳大林特就在上個學期 對 我們的大一到大四的大學部的同學 他們就自己讀書會 然後就真的把勞基法拿來練練 然後有法律系的學姐帶著練 然後每個人把自己有疑問的地方 或是打工經驗都拿出來談 做個案的討論這樣子 對 那這是學校教育所沒有給入我們的 那為什麼他不給我們 就像原體等一下一定會講 因為乖乖的老闆就會對你好的 但真的是這樣嗎 好 然後也造成了師生之間的對立關係 就即使我自己的老闆是人文社會學哥 他也有社會學背景然後也非常淺 他也支持我站出來檢舉 但是錢扣到他的業務費了 老師就受不了了 這很現實 所以師生之間的關係要怎麼去彌補 像校方常告訴我們說你們不吵 老師跟你們都還不會對立 就是因為你們吵了老師才跟你們對立 可是如果真的疼愛學生的老師 會因為錢而跟學生對立嗎 這是師者的表現嗎 我其實很想問 好 然後就像我剛剛講 我們在七月的時候 勞動部當天勞動部部長宣布 他沒有這個原則草案之後 教育部隨後就發布了教育部的指導 原則草案 裡面就很直接的講到了所謂 BM卡或學習內容的部分 但那個時候我們就一直在講說 改考卷如果是以上 因為教育部他就說 我一定會用學校 把那個學習的定義定得很清楚這樣子 勞動部也以為教育部會做這種事 勞動部到那時候 五月去我們學校做演講 去成大演講的時候 他說如果以後改考卷是以上學習的話 就是教育部講的學習 那我們在課章上面 或課程授課內容 也要看到有一課叫做改考卷的技能 可是教育部不這麼做 教育部現在就是 而且所有的大專院校 都依照著教育部的原則草案 才是我們動談不得的地方 對 那就我今天快講完 就是說我個人一直一邊分享 我可能會讓大家失望 可是就是說 我想要讓大家知道的是 對於自己的權益 也就是說right 跟你自己的位置 還有你用的power可以做什麼事情 我覺得台灣的教育 始終都沒有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這是我的想法 好 那有沒有再起運動的可能 畢竟現在教育部瘋火了一天 課綱然後掌學費 然後還有在這種勞權的議題之下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被翻過來 我希望嗎 如果翻不過來怎麼辦 體質內也就是我剛剛提到的那個 中央的那個陳傑如立文那邊 跟學生之間的默契 其實他們那邊施力的話 真的幫助很大 我覺得這才是體質內可以做的事情 也才是體質內對得起台灣人民的事情 可是這樣子的體質內的人太少了 我就很實在的 因為像中央一處理 像立法委員一指使兩天後 專員直接從台北趕到陳大公開會 沒跟我見到面還不放我 就電話一直打這樣子 他們就說你可不可能 不要再跟陳傑如立委報告這樣 我說不可能 我說不可能 那你就會發現這群人 這些公務人或官僚體系 真的很拷貝就是沒有人催他 沒有power的人盯著他 他就不做事情 這是我這一面來的心態這樣 然後我就是學生有沒有可能 因為在大學部裡面其實是 各個學校都有校務會議的成立 而且大學保明定學生就是要 裡面的十分之一是裡面的成員這樣子 像陳大我們今年努力以來 有實在一起的學生代表 那能做的 其實我覺得老師們最怕 或是老屁股最怕的 其實是學生有意識 而且是開過作戰會議的群體 對不管你是要癱瘓他 還是你是要跟他談判 你都會擁有power的 所以他們其實是最怕這種事情的 那學生唯有積極介入體制內 擁有未知跟power 上方才可能 那體制外 也就是說不只是高教工會 還有成大工會 其實在 我都覺得那是一種責任嘛 就是擁有台灣 這麼多大學人的錢 所供養的頂尖大學 叫做台山新教程這幾間的學生 應該都要背負一些責任或使命 也就是說你必須要對於一些議題 要進行生根 或者是你要進行更 真的就是很紮實或很辛苦的去做說服 去做討論去做理解跟溝通 才有辦法讓力量成為一面牆 而不是一個面而已 對 那這是我的演講 然後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好 謝謝欣如 那我們接著就讓原廷先講 那等他講完我們再進行QA 好 大家好 到我這一塊 但是不好意思沒有PPT 所以大家要認真聽我講 就是對 一個權力關係齁 再開始一些比較簡單的說 我個人把它形容為一個很幹的歷程 錢 我先自我介紹 那我自己是南投人 我住草屯 可是呢 其實我對這個地方很陌生 雖然我小時候常常來 因為我到大學 我就是在師大念書 那在師大 就是在台北從大學念到研究所 現在七年了 不過我當那個醫學人員 四加三嘛 那回來這個地方分享這個故事 其實那個感覺很有趣 我是一個中部人來分享北部的故事 那其實北部的故事 有什麼好分享的呢 因為北部就是一級戰場 我們離勞動部最近 我們離教育部最近 我們隨時都可以衝到他那邊 去跟他說 你在搞什麼東西 你該我 給我的為什麼不給我 所以呢 就是等一下我會分享一下 這個一級戰區大概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我也簡單說一下 我等一下的經驗 可能都比較focus在我個人的心路歷程 但我後來想想 這個心路歷程其實也蠻重要的 因為我在走這一條路的時候 我有幾個身分夾在身上 其實剛剛心路有講過 我是校務會議的學生代表 有那個權利 然後又是工會的成員 那所以又是一個學生 又是一個被壓榨的研究助理 所以我壓榨這幾個身分 再走這幾條路 其實我在猜 也許對於未來想要當研究助理的同學們 或者是你身邊有這樣子的朋友 或者是你關心這樣子的議題 也許可以幫助你做一些事情 或一些對照 或者是未來你要踏進去的時候 你會有一些警惕 就是遇到一些很糟糕的狀況 你也不會覺得 天啊怎麼這樣 因為別忘了 北部就有一個很衰的人 他早就遇過了 所以你們可能會安慰一些這樣子 好 那自我介紹完之後 我其實剛剛一直在想 我其實什麼時候 開始關注這個所謂的老權議題 老實說我在當研究助理啊 或是教學助理被壓榨的 就是那種快捧血的狀況之後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件事 我是念到碩士班三年級的時候 我才開始關注這件事情 而且用半年的時間把所有東西弄手 去跟政府打交道 去跟學校打交道 對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其實這一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點喔 就是我們這個大環境這個教育下面 你一直在教我們一件事情 台灣人啊要懂得吃苦耐老 你進到那個老師 你去跟他學習對不對 老師得高望重啊 你跟他學那是你的 他給你機會欸 你要珍惜啊 他今天多叫你做一些 你就忍一下好不好 忍一下過去就是你的了 我們小人在場有沒有聽過類似的論書 辛辱的舉手我們好不好 經驗很像 所以今天才在這裡一起聊這個議題 那前兩年喔 其實在做這些事情我完全沒有想啊 你知道我那時候的工作 我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我的勞動的環境怎麼樣好了 然後如何的沒有想這些事情 到最後頓悟 首先我做的事情主要是教學助理 大家有沒有聽過教學助理 就是你們可能大學的課堂上面 會遇到的助教 有聽過嗎 那我做的助理教學助理 我跟兩個老師 所以跟兩種不同的課 一種呢就是要帶討論 那大家知道帶討論也就是 也不是隨便帶 所以帶討論之前 我的準備工作我要寫教案 我每次上課前要跟老師討論 然後討論完之後我要試教 就是整個演練一次給老師看 我就不能上台了 那這些全部都是花的時間 還有那個壓力 OK 那另外一種 就是改作業的那種教學助理 就是我帶的三門課 刑法有兩門 跟刑事訴訟法一門總共三門 然後改作業這件事情 壓力很大嗎 看起來是個爽缺嗎 因為行主說三年級就會改了 抱歉我改的是刑法 有一點點難 而且改的分量還滿多的 因為大家想像 我工作四個月 改的作業三個班 一共2500份 OK 我不知道對大家說多還是少 那工作量大概這樣的情況下 我再來跟大家講我的薪資多少 我一份工作啊 就一節課一個月四千塊 那那個是還有得到學校補助的情況下 一般老師啊 像刑法課我剛剛不是說有三門嗎對不對 這三門課他其實沒有得到學校的補助 所以奇怪 老師沒拿補助拿什麼錢聘補 拿一筆學校撥給一個老師 每個人有一個quota一個名額 然後一個學期兩萬塊 一學期兩萬塊借這個數字 這樣一個月大概多少錢 四五千塊嘛對不對 四五千塊的金額隨你用 那我俗稱這種TA叫做吃到飽TA 因為你四五千塊你家要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就這樣 所以大家想想喔 對照一下 一學期改了兩千多份 作業三門課 一共拿兩萬塊 OK 這個薪資對我來說 其實有一點剝削 而且我又住在台北又有租房子 他是自己生活 這是一個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我還是回到剛剛的論述啊 還沒開化以前 我自己還沒開化以前了 我就會說 唉呀你去跟老師學習 他給你機會 你還拿錢還不用繳學妹耶 我從頭到尾這樣說服自己 直到去年我碩三的時候 開始接觸到高教文會 就是可惡的高教文會 把我給這樣子拉進去喔 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思考機會 我慢慢開始接觸到說 喔原來我的工作 我從頭到尾都覺得 對啊我是個工作 可是我從來都不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工作你被當做勞工 就要受到一些保障 這件事情其實我從零到有 因為畢竟我是俗稱的 還沒出社會的小朋友 在那時候 OK 那在這一個過程呢 慢慢啟發了有一些意識之後 欸對啊我是員工 為什麼我沒有配蠟寶 沒有配蠟寶之外 其實我的工時很長耶 一般來說勞基法規定的正常工時要多久 我們來考考現場各位 一天幾小時 八小時 對就是八小時 對 啊超過八小時怎麼算 加班 加班費嗎 就是到一定數字裡面 我想要八加二 八加十二減八四號 八小時後的兩小時內 每小時要加1.33倍 到十小時後到十二小時之間 要1.66倍 十二小時你就不能做事了啊 OK這懂意思齁 欸健身助理有這種保障嗎 沒有 我們就像哲哲子一樣 要隨時 uncall喔 所謂uncall是什麼 你在家裡明明下班時間下課時間 你以為你今天事情完成 沒有 當你在敷面膜的時候 老師突然一通電話來 欸淵廷啊 這個文獻啊 參考文獻你幫我找一找 我後天就要 Oh my God OK這種情況 但我現在做準備 因為現在有直播齁 轉播嘛 我要講一件事情 其實這件事情 我通常在跟人家講這個時候 人家都會知道 就覺得啊好剝削喔還是什麼 其實 從頭到尾啊 我都沒有怪我的部主 也不怪我的老師 因為他從以前到現在 他接受的就是這一套教育 而且就是這樣子的文化 所以他不知道 我一點都不怪他 OK 所以 拜託那個 你知道先前啊 為什麼我要特別強調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在講的時候 有老師 別的老師 我覺得他有點要衝康了 他去跟別人宣傳說 欸你看圓品的老闆都剝削他 所以他今天不爽啊 才要來 那要求納包 所以今天特別講清楚 那我也相信其實像欣如也是 我們這些學生爭取 這些納包的學生 還有相關勞動權益的學生 我們一點都不恨我們自己的教授 對 OK 那有一些細節我等一下再講 好 那講完這個意識的轉變之後 那你開始覺得不平了 不平你就會想要去做些事情 那當時呢 我還沒成為公會幹部以前 我已經是一個身分的 就是校務會議代表 校務會議代表 校務會議大家也知道很重要嘛 就是一個學校決定最高失誤的 那一個會議 OK 好 那 我想想等一下要不要講一些 爆料的東西 好 那個等一下有想到再講好了 總之我有校務會議的這個代表 那我能做什麼事情呢 我就走怪怪的體制內嘛 因為我是師大出生的溫文儒雅 自己說的自己說的很好 所以呢 我就寫了提案啊 校務會議提案 但是該死 我一個學生我怎麼會寫 所以呢我就會跟別的學校 接或者跟人家借那個範例來看 一個校務會議怎麼弄 那光做這個校務會議的提案喔 你就知道很麻煩喔 你要寫一大堆東西 查一大堆資料喔 然後想說 欸查完資料寫了 我也是還因為這樣寫一寫 為了趕學校失效 就是我熬夜到凌晨4點 隔天還要考試上課這樣子喔 好 我努力的程度到這樣 我一直以為我好好走體制內 我跟你坐在位置上談就可以了嘛 對不對 然後當我Email出去我的提案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要審的是密書處 因為他要收各個單位的提案 然後收來之後 接下來的程序是什麼 密書處會形式上幫你看一下說 欸你今天提案單位 假設你是校務會議代表 你要五個以上的連署才可以過 就做這麼簡單的審查 OK簡單也過了 因為我有找學生會的人 一起來幫忙 好過了之後 然後我們進到下一步 在師大的這個規則裡面喔 我們進到校務會以前要有一個 類似叫程序委員會的東西 來安排欸你看這麼多的提案裡面 哪一些要排在哪一個位置 都先出去去談 這個我們都是常識嘛 所以照理來說是程序審查 OK 好那我們的案子也當然進到裡面去了 進到裡面去之後就是 我忘記講我的提案要幹嘛 我的提案是 在先前我們有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這個已經是既有的 就是要處理納島 因為別的學校已經燒起來了嘛 實在也自己成立一個 那但是那個東西成立之後 他等了半年都沒在動 完全不動喔 完全不動那怎麼辦 他看起來好像是決定要不要納保的嘛 可是他不動 所以這一次我很簡單 我就說我提案讓他動 然後第二個就是要求比較凶狠一點 我說馬上納保 這兩個 好 那這進去之後呢 我進 這是我算是第一次進到 學校的這種程序委員會裡面 重點是這個程序委員還是閉門會議 然後這個裡面呢 只有一位學生代表 那就是學生會長 OK 好這個組織的情況下 我就坐進去報告 報告我的提案 等等等等 我訴求是什麼 然後理論基礎是什麼 講完之後 然後當然就要開始問問題了 好 老師通常都會問什麼問題 心主剛剛有講喔 你學生學習就是學習 你今天要來跟我要什麼勞務 你知道這樣會發生什麼事嗎 我們師大最助動 最助索的就是師生關係 拜託喔 你看我今天變成了你的老闆 你不知道我當你老師的時候 就像你的爸媽一樣在疼愛你 這種話真的有找出來 今天到今天為止 還有一大堆老師一直在說 我們今天學生跟老師變成雇佣關係 其實也不是雇佣 不是變成啊 本來就有了 只是他這個長久以來不被明說 沒有人了解他 所以就不講 OK 那回到剛剛講 在我認為裡面 勞務關係怎麼會跟師生關係 對立咧 大家能不能想看一下 有沒有想過 他到底對立在哪裡 我舉我自己的例子好了 我上面的教授 他當然也是我的論文指導啦 他我們平常就像是一個 就是他就像我阿姨 他就像一個好媽媽一樣 我們平常都還是有親戴上 就是去關心啊 然後還是幹嘛的 然後學習 我也是覺得跟這個老師學習 我好開心 然後當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我們就是很切得很清楚 這時候就是公事 談公事 你不能因為你是老師的身分 去多跟你要一些 假設老師聘我 叫做教學助理 那我的工作就是 協助他課堂的東西 那通常有一些老師 比較傻一點啊 他就會跟你說 哎呀那個圓婷啊 欸不是我的例子啊 我是在講別人 我只是用我的名字 我先講清楚 欸你可不可以去幫我處理一下啊 那個可能跟課堂比較沒有關係 我想一下例子 剛剛有說接小孩了對不對 欸奇怪 接小孩跟我幫助你的課堂上有什麼關係啊 可是很多時候你會發現 老師自己才是私生關係跟雇傭關係混在一起的人 反而我們學生自己其實弄得很清楚 OK 所以其實我記得那時候 世新大學啊 就是那個阿亮老師 陳正亮老師 他就在我們學校的一個會議裡面 他以外校身分來講這些意見的時候 他說 我從來都不認為勞務關係跟私政關係 會有什麼樣的問題啊 反正公歸公私威私啊 你在下班之後 你跟你的老闆還是可以是朋友吧 這個不難理解 但是對不起 在教育這個場域裡面 還有學術這個場域裡面 這完全是被混在一起的 以至於他把後面的一大堆事情 我們在論述這個納保的事情有沒有 就變得好混雜喔 有時候你會發現是老師自己混在一起 我們要談一些論述 反而被他搞得亂七八糟的講不清楚 那接下來會延伸到很多東西 我想先剛剛講的最基本的私生關係 然後接下來進一步談那個 老師還問了第二個問題 他說納保啊花好多錢 陳大也喊出來 陳大兩三也還好喔 我們師大只有1億5千萬而已啊 沒有很多 什麼意思 1億5千萬其實學校也是亂算啊 我們估起來你知道那時候 前陣子不是說正式要納保了嗎 那教育部估出來說全台灣的學校 納下來才31耶 因為師大何德何能給人家 佔掉1億5千萬啊 多厲害 那我因為是後來變成那個專案小組的委員 就是他們要去幫忙計算納保這個保費花多少錢 啊我去看那個格子喔 你知道喔 他們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嗎 他們最大的問題是他列出每一個職務沒有問題嗎 研究處理教學處理工讀生這些要那個 好很認真都找出來 可是他後面的算法是什麼 後面算法是人次 好人次聽起來我剛剛看到有同學揍眉頭了 我要講講這個詭異的地方在哪齁 我剛剛有沒有說我做了就是很多份工作嗎 一學期可以接到五個case的工作 好五個工作以人次來算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五個工作分別納保啊 五個工作納五份保費啊 知道懂意思嗎 納了五份保費那當然假設我一個月 學校要幫我付的大概一千五塊好了 納五份就會變幾千 五千多份 所以學校這種算法的人 我原本在最低薪資急需 因為我再怎麼加我都不能 不可能超過一萬一千一百塊啊 因為我就怎麼 大家剛剛有算出來嗎 就是差不多就是這個價錢而已 他分為五份來算他一樣也是用一萬一千一百 但是他拆開那代表說 他現在的算法是投在我一個人身上 原本我所有工作加起來一起算就好了 就是投一千多塊 但是他幫我算成要投五千多塊在我身上 所以他基於這樣的事實 到處去跟師生說 哎呀納保好貴 今天如果你知道這個事實的時候 你能接收嗎 好納保好貴 那我當下呢其實有跟學校 因為事前我拿到資料的時候 我就根本就覺得 學校是怎麼樣幫我們當隱分身 連我的隱分身都要被納保 不過我覺得超注重勞權的啦 喔 對 我當下就覺得很有趣 然後到會議上我也其實 我沒有講得這麼輕挑啦 因為我聽老師也生氣你知道嗎 所以我那時候還是乖乖的學生 我就說 啊那個副校長不好意思啊 我發現這個數字可能會有一點問題 這個問題呢可能會在於 我們資金整個會浮爆 浮爆會增加學校的支出 其實我們也不樂見這個情況啊 所以是不是可以請我們的各處是有聘人的 在同一個人的身上 你去算出他做了哪些工作 我們來做一個規務的計算 有沒有可能 學校跟你說哎呦好麻煩喔 好麻煩就不能解決嗎 我舉一個例子 世新已經在納保了 世新大學 世新大學他為什麼會納保 是因為他們的學校 社發所的學生也很熊啊 在那邊檢舉啊 喔學校怕了 欸好奇怪喔 世新是那個學校真的會怕 還因此幫學生全面納保的喔 他們是 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例子 那他們當時全面納保 做了什麼事情 難道他們就不會遇到 所謂經費計算很麻煩這件事嗎 會啊 跟世大一樣啊 他有特別的進步還是幹嘛沒有 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這就是各校差異 那種心態差異的地方 他們馬上請人士去研發 或者是去找那種其他的技術有沒有 去做電子的人士平安 意思是什麼 我今天我張元廷 我這學期要去做哪個老師的工作 我就上去寫平安送籤 因為電子公務也是這樣子嘛 送籤嘛 OK 然後哪一個處是聘我 清清楚楚 每個月我賺多少錢 清清楚楚 總共多少錢 清清楚楚 還有我需要納保的金額 你就這樣計算 這很難嗎 勢心克服了 但師大 師大什麼狀況 師大還活得很遠古你知道嗎 我們人士平安喔 我們一個人用手簽的 簽完換老師簽 老師簽完送西辦 西辦送完送教發中心 教發中心審核過 啊你可以 聘這個人了 OK 但是不一樣喔 事情他一個click出去 就結束了 OK 所以我要呈現的是說 各校其實面對議題的時候 人家願意去做 你在那邊一直跟我講說 技術上很難很麻煩 不願意做 那我真的很麻煩 真的是麻煩 真的是做不了嗎 OK 好 所以 呃 點出這兩大問題 就是我第一次進去的時候 好 你們猜提案有沒有過 程序審查嗎 老師問我一些問題 我也回應了嘛 提案有沒有今天要稍微回應 搖紅 蛤 搖 有人 欸沒有我們來 民調一下 就是有舉手 一二四 一二四 另一位 好謝謝 沒有了 一二三四 喔 好 謝謝 答案是有 欸 我也嚇了一跳你知道嗎 但我跟你講喔 今天進到消費是件好事嗎 其實只是一個機會而已 不要開心的太早 我們後來進去之後 然後 一樣喔 我們那個 消費會議裡面 一樣有十三位的消費會議代表 以往 我是說學生 以往喔 學生對這個根本不在乎 所以來都只有小貓兩三隻 就我參加的經驗 這一次我是卯足而全力去動員大家 拜託大家一定要來比選舉還要爭爭有沒有 開始拉票 十三個全到 去跟學校爭取這件事情 學生代表全來了夠可怕了吧 可是喔 不好意思喔 我們當場被Saving Saving很難看 為什麼 老師每一個都還站在跟你講說 你學生為什麼要管那麼多 你今天跟我要這個納寶代表什麼 你不願意吃苦嘛 你不願意吃苦代表什麼 你未來就是沒有競爭力 我被指著鼻子罵說 你未來沒有競爭力 OK 不是只有我被罵 因為我是主謀 我就覺得我被罵就帥了 其他弟弟妹妹們覺得很難過耶 喔 老師幹嘛這樣 為什麼不講理呢 然後回去真的很難過這樣子 我就說你不用難過 我這常態集結 我在事前已經被Saving 幾代了 我只是被洗第二遍很清爽 你們被洗第一遍不太不太習慣了 你下次再被洗一次就OK啦 對不對 我們樂觀一點 好 當下被Saving 而且是用更糟糕的那個 我再講一下當下 那校務會的氣氛多可怕好不好 我們師大的那個校務會 人都超級多的跟成大一樣 可是我們的那個空間政治學 大家有沒有這種概念 就是權力關係喔 我記得成大好像是 就是那個兩個方向對不對 一個講台一個教室 我們是大理好 大理好 嗯 然後是上跟下 就是兩個方向而已 對 好我們師大師在那種國際會議題 我們是繞圈圈的 好 然後欸我來畫一下圈圈 好來來我們來看這個鸚鵡好不好 來這個圈圈 蛤 蛤他是 喔對不起 抱歉 抱歉 真的被氣到了 好 假設這裡就是一個圈對不對 那我們的座位就是像同心圈這樣子 那校長坐這邊 校長跟各級長官坐這邊 然後 欸 在這個同心圈你們 你們猜猜學生坐哪個位置好了 最邊邊 最邊邊 最 對面 對面 欸校長的對面嗎 OK 校長的對面 然後內圈還是外圈 我們有那個嗎 同心圈 對 同心圈 學生坐哪裡 蛤 最外圈 最外圈 為什麼你覺得做最外圈嗎 因為 就是主管職業集會同感 OK 權力分的 然後主管職業集做最裡面 真是太棒了 但對不起我做最裡面 我們做最裡面 其實我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做最裡面才是最可怕 為什麼 你看不到後面的人再指指點點你什麼 你在講的話是全部的人都在看你 總比你坐在邊家 人家還看不到你 你還不知道是哪一個地方在放炮 對不起我們是130位委員 你真的在看什麼 在講什麼 所以那個空間政治學下面 其實對於學生人家部門來就在 更不用講人家對這個議題 就覺得你學生就是在亂的嘛 OK 那在這樣子的氣氛下喔 好這次校務會吵吵結束了 但是我們唯一要到的東西 啊 有一個東西忘記講 因為中間吵很兇嘛 那就是根本就是複製 程序委員會在講這件事 然後校長其實 我發現學生有動有差喔 校長覺得好煩喔 那學生不要再吵了 所以呢 當下校長就說 好好好同學 我們非常注重你的權益好不好 你們要站在學校這邊 我們共體時間喔 那個 我等我們現在就直接交辦 我隔壁的副校長 我們一個月內就開 開會 然後我心裡就想好一個月就開會 我們等等看至少另一批一個戰場 我們可以面對面坐下來 然後喔接下來副校長 他也發言了 他說 哎呀那個同學對我們誤會好大 我們都有開會啊 我們都有什麼什麼的過程對不對 所以同學我答應你好不好 在這個教育部處理原則草案出來之後 我們馬上開會 出來之後一個月內馬上開會 欸當然我聽到一些奇怪的端倪啊 校長交辦什麼 一個月內 一個月內開會 就是今天會議結束只有一個月內 副校長什麼意思呢 要等 等教育部的那個條文出來對不對 拜託教育部的條文 我們已經等一年還等不出來 我還給你等下去 所以我那時候 我們其實就抓到這個點 你就看到那個學校高層 有時候真的很賊 我們是故意要表他們 但是他們敢這樣子顯露出來 那就讓我表吧 副校長竟然搞這樣 所以我當下我要開麥克風 我說校長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一下 您剛剛的意思是說 今天開會結束之後 開會還是 像副校長講的 在原則出來之後開會呢 校長整個嚇到 他說不不不不不不 我講了我講了 一個月號就開 一個月內就開會 然後他就拍著那個副校長的見面 所以就是有點這樣 賣黑白購 之類的 那我讀不出他的蠢語 但是我大概也知道他要安撫他 叫他不要黑白的意思 OK 好 在這樣的一場鬧劇 你大概也知道校方的態度是什麼了 OK 欸果不起來一個月內開了 好 那那一次開會我有去 但你覺得有沒有什麼差異啊 你們還記得我上次有要求一件事情 是什麼要重新計算 人次 這一次他們應該要出現了吧 應該要算出來給我看了吧 欸對還真的算得好棒喔好開心 結果大家猜猜看 我們原本是一億五千萬一年的支出嘛 現在變多少錢 最新的版本 好我們問一個最簡單的 不要猜數字 你覺得往上提高還是往下降低 你覺得往上提高請比這樣 然後往下的話就要這樣嗎 好吧就這樣往下就這樣 好來 好 欸一半一半欸好謝謝 對不起 對不起 往上 從一億五千萬變一億七千萬 喔越算越多了欸 奇怪了 他不是跟你說影分身不用保了嗎 你影分身還繼續給我算欸 還算他說 因為國立大學這種國立的機構 要保身心障礙跟原住民的 我說好你保下去 但他們的影分身你也要算嗎 我早就說你算的基礎就不對了 他還是早算 然後一樣用一億七千萬去告訴大家說 我跟你講 納保超貴的 賣賣貨賣貨 然後他們其實也很賊喔 因為各個學校都是教授致校 所謂教授致校 教授兼行政 所以我們在對的那些人 他也是教授 那他就會用他課堂上去跟他學生說 我告訴你 那個學校有一群學生 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 要去爭取納保 同學 你要知道納保會發生什麼事 讓學校倒了 嗯 讓學校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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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呢 沒錯這個也有講過 找學費 喔天啊 你提起我一點啊 可惡是最近踩給利貢 剛剛那個校務會議 我們倒帶一下 回到剛剛那一次草草結束的校務會議 那個 有一個老師他站起來 我主張 同學你要納保可以 掌學雜費 怎麼樣 大家覺得可以接受嗎 不行 我也不能接受 但是你知道那個老師 他還就是有點中醫 像我一樣有沒有 他還說 我主張這樣 大家知不支持 然後大家有點灑掉 他說 欸來個掌聲吧 欸 奇怪耶 現場真的 發生雷動耶 嗚 師大的教授 為師為犯 成正請活 竟然是這樣子 好 謝謝你提醒我 這麼重要的一個點 的確有老師 還說要找學拉貝 我不知道陳大長 有沒有喊過 OK好 師大最創新的 沒錯 接下來 嗯 欸我剛剛講那了 來來我們往前進一點 講 喔專案小組會議 一千起 一一七千得斷 那 那 老師幫你們做 對對對 老師跟學生說 喔謝謝你們 老師跟學生 就是講一些謠言 他們甚至還談一件事情 那把我拉下去啊 以後會有什麼 這是國家問題 會有財政危機 你還要納保嗎 同學 這麼危險的事情 是不是 已經有財政危機了 對啊為什麼 你知道 為什麼老師不知道 對不對 是不是你才剛去當教授 去教教堂 對不對 對啊 為什麼要製造恐慌呢 我們可以發現其實有一些 當權者 他在面臨權力的危機的時候 就是用這樣子來保護自己 散佈危機 去到那一些 還沒思考到這個點的人 去害怕這件事 所以相對來說 我們還有一個很大的主力 就是學生 我們的確喔 運動上都有一個困難就是 哎呀 這怎麼號召都是這幾個人來幫忙啊 你一體要散播出去很難 為什麼打不出去 我們也都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尤其在師大這個脈絡 因為普遍其實 呃 就目前的學生其實 不像會住在這裡的各位啊 這個時間同樣的學生是幹嘛 準備去泡夜店了吧 台北最多夜店 或者是師大學生 稍微不愛去夜店一點 可能會去玩去逛街還是幹嘛 管這什麼公共事務啊 我以後當得上老師就好了 管這些幹嘛 其實我相信在各個學校 也有這樣子的學生 所以相對來說 我們一體危險的門檻就很低 不很高 你號召學生不夠 這些正式受害的群體不夠 就是不夠跟你一起團結的話 你再怎麼推 人家都可以說 你是為了你自己的利益 就是少數人在犧牲多數人利益 包括這件事情 連以前跟我合作過 我跟他感情很好的老師 他現在當深府組長 也利用他的課程在罵我 所以其實我在進一步點到一個點 今天你的戰場上面遇到校長 校長跟你毫無瓜葛 你可以用力幹嗎 但對不起 今天當你的老師 跟你感情很好的老師 他當上行政職 他跟你站在對一面 他 我不認為 我覺得他在意識上 當然是可以反對我 還有他的立場 但是 會遇到的問題 是他利用他的課堂上 去對你的同儕說 這個人有問題 OK 所以我要點出一個點 說 未來大家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難免會遇到 假設我們今天散播一個宗旨 我當然不是說你們馬上就要去做 因為搞不好火還沒燒到台中來這樣子 嘿 那 遇到這樣子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 我憑良心講 這真的很難過 我曾經有一次面對我的老師 我跟他講到差點哭出來 我說 老師我曾經真的非常喜歡上您的課 但是今天發生這種事情 我真的覺得太遺憾了 呃 我心裡當然是OS說 竟然是獎勵也講過情的時候 原來批判性的思考 你教我的 只在教室裡面 不在教室外 竟然 我今天的意見跟老師不同 我就被當作是一個 報名學生 雖然我不覺得當報名學生不好 對 OK 所以這個 這個心路歷程真的是很糟糕 好 那我們講到 OK專案小組開完了 一樣不了了之嗎 一億七千塊喊出來對不對 然後繼續在那邊表你啊 然後在後面黑箱 在搞你嘛 接下來 接下來 又不了了之啊 他又不開會了啊 又不納保了啊 什麼都沒有情況下 我繼續抓住 我最後一次參加消火會議的機會 再去給他提一次案 好 這一次有沒有提成功 一樣的東西 喔不 我這一次直接跟他說 立即納保 好 請問有沒有成功 有進去的請 沒有進去的 OK 好謝謝 欸 大家變悲觀了 奇怪你們怎麼變悲觀啊 不過你們悲觀是對的 沒有進去 我講一下重點是為什麼沒有進去 我發現有時候導致被這種議題 逼急了之後 他們會出現犯非常多情緒性的字眼 先前老師還會跟你好好談一些技術問題 按摩我們沒錢怎麼辦 我們今天沒有技術來弄這個怎麼辦 然後私生關係怎麼辦 OK 對不起這一次有一個老師直接 站起來對著我說 同學 你今天這麼厲害 你去選校長 你來做 我不知道這個是一個會議討論 對於議題有意義的討論 還是你純粹就是看學生不爽你想搶他 OK 所以其實我從剛剛一路這樣講下來 我深深都有一種感覺 不是你爭取議題錯誤 是你今天有學生真分 你就是個原罪 你作為一個學生 你意見那麼多感 你又是師大學生咧 不是應該最有禮貌嗎 對啊我很有禮貌啊 我也是好好講啊 為什麼老師你直接就貼我一個標籤說 你太情緒化 好奇怪喔 老師的情緒化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 我們的案子喔 呃 納保案被戳掉了 好講這麼長一段我講到 我好像有點超過時間是嗎 欸對不起喔 我講我還有兩個東西要講 趕快 檢舉案 我們後來真的受不了了 方法用盡了 師大對學校太好 我們拖到這個時候才去檢舉 我跟你講喔 檢舉下去啊 百發百中的 比買樂透還要那個 我們一個進去之後 馬上認定維護用關係 馬上裁罰學校 一共罰了多少錢 快10萬塊 一個案子 一個人 快罰10萬塊 學校的態度是什麼 我們先講 哇太棒了 師大第一例 百發百這種 事實上做什麼事情啊 把罰單丟給老師 自己去繳 那是你的學生 你家的事 那個老師還乖乖去繳 對 可是建立一點 可是對那個老師來說 這些事勢必做 因為他未來想當官啊 所以 OK 他叫了 我們這變相的來說 是一種運動的挫敗 因為學校就此建立一個模式嘛 啊 以後被罰錢交給老師 幸好趁現在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勞動部前幾天 就已經發一個公文說 你不足叫老師叫我 OK 所以未來大家想要推這件事情 所建拿出那份公文 叫學校不准要求學校 老師講 OK 好 檢舉之後 放了這個案子檢舉 成功 兩發兩中 學校又要準備被罰錢 OK 然後其實 再講一個比較有趣的 因為我們戰場是疫情戰場 所以我們很容易就聯絡到 台北市勞動局局長賴翔嚴 他那時候 我們有去辦論他 我跟他說 哎呀高教我們現在有問題 我們是一曲高教工會的樂區 那賴翔嚴不錯喔 他直接請一個勞檢員主動來學校查 OK 不過查的結果不知道啦 那個還很久 I don't know 但是至少政府做出了這個動作 但是我又要有點悲觀的來說 這是因為我們在台北 今天在台中 嘉義 台南 屏東 甚至這個議題 從來都沒有聽到聲音的東部 他怎麼辦 OK 所以回過頭來 我其實很期待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自己要那個自覺 我們自己要那個自覺 就算我們不是那個當事人 因為單打獨鬥的方式非常的困難 很辛苦很難過你一切都自己面對 你只有組織起來的時候才有機會去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勞動部台面上 都已經在動的 教育部被迫要動的東西 其實都是工會 各個工會想辦法去接觸他們 去影響他們 所以要告訴大家 即使有動就是有機會的 OK 好 但是呢我最後用五分鐘時間講一個 剛剛大家自我介紹的時候 都會講的事情 就是實習 實習 我等一下可能只會講教師的事情 我們學校因為會培養老師 所以會有教師實習 然後以前啊 教師實習每個月會拿八千塊的補貼 對 津貼 然後做一年 但是現在呢我們改制了 他號稱叫做 我們回饋正常學習關係 又是該死的學習關係 他說你現在做半年就好 還原模八千塊 沒有 八千塊砍掉之後 你要再繳五千塊 學分費 這叫無薪實習之外 你要繳費的實習 然後做什麼事情 一般來說 進到教學實習的現場 有三大實習要點 第一個行政 就是你做辦公室 去知道說各個組長在幹嘛 第二個教學實習 上台教書你怎麼教 去觀老師的課 正式老師怎麼教你去學 第三種 老師實習 怎麼帶一個班 怎麼班級經營 OK 那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那個教學實習 其實他那個行政的那個配分比較低 但是實務上 大部分都被教去做行政的工作 最over的狀態是什麼 有一些學生喔 他進到實習現場 被叫去蓋兩千份的章 一直蓋一直蓋一直蓋 學校跟你著張說 這是學習關係啊 你學習建立在勞動上 請問一下 我學一個蓋章 我要蓋兩千份才蓋得出來嗎 那很顯然這個是一個勞動了吧 但是一直用學習之名在放假 因為我們今天不是說 我什麼事情都沒做 我在要這些所謂的薪資或納保 這件事嗎 這個很奇怪 接下來如果你說學習關係也值得挑戰喔 有一些老師他不願意讓你去觀課耶 不讓你去觀課 那你怎麼教學實習啊 另外一種 一整個學習只給你上台兩次 比那種一個月密集的駐校實習 一個月的那種 他們要上台24次 跟兩次比起來 你還給他錢你只能上台兩次 大家懂這個差異在哪嗎 OK 這個是我們在目前喔 實習遇到最大的問題 十大… 教學實習算很慘了吧 大家覺得 但我相信其他實習不一定這麼慘 OK 那我再講一個最誇張的是說我們有同學 他被教去做這三個以外的事情 去幫校長搬校長室 他隔天就要到新的辦公室去做 請你今天就把他搬好 打掃教室 做一些清潔的工作 OK好這個是實習的太陽 但我沒辦法講太多 那重點是說我們今天要的是什麼 今天有兩條路 第一條你回到真正的學習關係 第二條路 你有勞動的部分 你就實際上去看他勞動的時候 你就是給他該有的薪資 當然我們不會說跟老師要一樣的全息 因為這樣也不合理 他不用受到相當的責任的規範 然後業務量可能也沒這麼多 所以我覺得你不拿全息 你至少依你該有的付諸的勞動 去拿你該有的薪水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合理的要求 對 好所以欸講這麼多 等等等等等等 哇剛剛好像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要講 有人先這樣QA的時候再來問好了 好那我先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謝謝 其實這個議題算是我所接觸的第一個社會議題 也是算是我最覺得切身的 因為回歸到教育好了 到底大家覺得教育是在幹嘛 尤其大家好像都很注重一個國家所謂的高等教育 但是我在學校看到的是我們的博班生 大家想像好像博班生就是在做研究 去搞一些很難的東西 好像可以讓這個國家的科技 欸或者是所謂人文 不管是人文還是所謂的科學 能越來越厲害 可是當我看到這些博班生 去幫老師載小孩 去幫老師倒垃圾 甚至為了老師的計畫熬夜 那老師認為理所當然 我認為這跟我所想像的教育完全是兩回事 所以其實我一開始接觸這個議題 其實我是比較消極面的 就是我只是認為 就跟原平剛才講的 你就是回到教育的本質 去做學生應該做的事情 而不要藉著教育的名義 而讓學生因為畢業 因為學位這樣的壓力 而取就於老師做他不該做的事情 這是我一開始接觸這個議題的想法 那今天聽到兩位那麼精彩的分享 不知道各位有什麼想法想要問 或者是你自己有意見想要表達都可以 對 如果有的話就是舉手 那我們就先收集一些問題 或者是你對於 你可能未來你想要進入所謂的大學 進入研究所 那到底遇到這種事情要怎麼辦呢 要怎麼捍衛自己的權利 或者是其實你已經有欠身相關的經驗 你想要跟大家分享想要問的也都可以提出來 是 就是我想請教的興趣也就是說 就是你剛剛提到說你有那個被炸傷 炸到眼睛之類的 他們那種還是研究生等級 但是像我們是專題製作學生等級而已 那以這個方面來講我們到底算是學習還是說我們是勞工 但是那不論我們是學習還是勞工 到底有什麼方面可以自保 當然老師一定會確保我們的一些身體上的一些保障就是了 你這請說說看你的專題學習大概他的狀況會怎麼樣 呃就是我們是專題製作 那我們在 你是哪一個科系 我是紡織的 紡織 那就是 呃因為我的指導教授是比較平常化的東西 所以是在儀器操作上面在放 那儀器操作上呢 基本上我們只要有遵守正常的規章都不會出問題 但是還是會有一些譬如說 前後儀器無想之類 對 那因為我們的專題製作是在大三的時候強制一定要修 修歐槽域 那 因為他是靈學分的狀況 所以我也很難建議他到底是學什麼 因為其實很多人到最後修完之後 問他們他們到底做什麼東西 其實他們自己也不曉得他們自己在做什麼 那這個也回到一個可根本問題是 大副教育到底學到什麼 這門課既然是領學的 可是他好像又是立雄人 對 那這個問題之後回歸到這點就是說 這門課憑什麼存在 誰讓它存在的 從這個點往回頭去找 應該就有辦法找出該負責的 因為通常開課 因為大學裡面是開課會有那個課程委員會 每一個系上都要有課程委員會 然後去決定哪些課可以開 哪些課不能開這樣 你是高中還是高級還是大學 大學回到系上的課程委員會去問 因為像什麼 成大的那個服務學習是必修理學本 然後也是叫大家去掃地 那就可以回頭去問的是 課程委員會用什麼名義 然後通過一些課程內容 到底他是怎麼寫的 你們應該都可以看得到 課檔上面寫的課程內容 如果你看得到課程內容 是要學生付出勞務 跟付出就是所謂的勞力付出的話 然後才有半堂取得那樣的學位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你可以試著去同 就是試著去結局看看 有勞動部這邊介入直接就介入 因為我覺得現在老師們很可惡 是他都會告訴你說 或者是我們運動下來的經驗 都會告訴你說好像有點悲觀 可是有些事情你不try 你真的不知道說它有沒有可能性 而且甚至是很多事情是先例 甚至是第一例 那如果第一例可以開啟的話 我想是可以有不一樣的作為 所以你可以先試著兩條路線 第一條先回到系上 去看系上的課程委員會 怎麼組成 以及為什麼這堂課可以開起來 第二方面是試著從校外的 所謂的勞動局處提出檢舉 然後是提出學問 因為他們說像這樣的課程內容 要學生付出勞務 可是又跟課程綁在一起 勞動部或是勞動局處到委屈的認定 這是我們給你的一些方向的建議 對 謝謝 然後我自己也想要提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講的其實都比較 雖然是在大學在校內 那有沒有就是高雄工會有沒有接觸到 他其實是跟外面的企業合作 那其實所謂外面的業者 他們也說他們要付出成本來 教這些學生 那在認定上面 因為他們會覺得說 喔我教你耶我要成本 那你是不是也要付出學費 好像是理所當然 或是我燒給你 燒給你也是應該的 我知道是承納電極系 他們跟玉月光有合作 玉月光就照他們的那個 他們的員工是怎麼樣的待遇 就是說他們去實習 他們就是學生的薪水 可能是正式員工的一半 然後上班時數就是 也是正式員工的一半而已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 某程度的時代 你跟我去教訓教訓這樣 就是說你做的時數就少 然後你的相對所受到的那個薪水 跟所謂的保障就是 這是員工 就是勞技房是資本的 但是其他的待遇 可能就是符合你的位階 或是符合你的職務常態 或是順利這樣子 我教成大面積是有這樣子的 可以分力願望 有這樣子的默契存在這樣子 對那趕過頭來 謝謝凱璇就提到 如果學生到企業去 企業必須要負責的學生 那個Action跟保障 在校內為什麼不用 對啊為什麼校內不用 這都可以談 或者是都可以大家來討論看看 有可以跟不可以 都有討論的空間 但很顯然現在是不管哪一個方 不管是校方或是教育 都不願意讓我們談啊 對啊 那現場還有沒有朋友 想要發問或者是有什麼想法 想要分享的 其實剛剛提到那個實習的問題喔 一直在迴響就是說 我之前待過的 一家比較大的公司 然後就是有那個 屬齊的那個實習生來實習的那種狀態 然後因為來自不同的學校 所以每一個學生實習的態度 其實都不太一樣 然後有的好像就是一定要有那個實習的學分 他們才可以畢業 他們必須要一定要來實習才能夠 做畢業這樣子 然後就發現就在那樣的一個狀態底下 其實我那時候就是 就是有一些實習生 分配到我工作的那個部門 然後我們這些就是正式的員工 就必須要去教導這些實習生 一些工作上面的一些事情 然後這是一個學習上面的那個 等於說我不曉得說這個實習 他們必須要學分才能夠畢業 然後他們到底有沒有付學費給我們的公司 這是我一直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沒有搞清楚的 我想回應就是像國小 因為我有國小的 我們國小就是教大家國小試試 我們那時候我知道 現在我選一個月就是繳去了除了學費之外 還要繳四千塊這一筆經費 這一筆四千塊是校方 宗教大跟我去實習的國小像白鴻國小 然後跟就是他們兩少 以及教育部三方 他們就分這一筆經費 但如何分到現在沒有人給我答案 就是說哪一個 哪一個部門拿了幾筆 多少筆力的沒有 但是我很確定 這四千塊就是從我這裡拿出去 那我們又要問啊 從我這裡拿出去的錢 你怎麼會不知道他的人想 到現在我也沒有答案 所以說其實是應該 因為我知道的是 如果學校要找實習的廠商 廠商應該也知道要付一些教育的責任 或是有一些請 不管是教育或是勞務的付出 那廠商應該會跟廠商有貪 那你某程度要全力經保了 就一定還是會有那些經費的討論 可是這些經費的討論通常不在台面上 或是甚至是我們看不到的 對 這是什麼一個 對 所以我就覺得就是 其實這也影響了 學生實習的時候的一個態度 就像有的學生他 他其實他自己有企圖的時候 他其實會在那個學生上面 是展現了他的 他的積極跟動機這樣子 那在一路我們在那個工作現場的 那個教導員的話 這個這樣的實習生我們就很喜歡 可是我們也碰到那種就是實習動機 就是學習動機很低落的那種實習生的時候 我們自己 因為我們自己要有自己的工作要去忙 所以碰到那樣的實習生的就是 就也很牢頭啦 然後再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像有些工作他確實 譬如說他在學校的時候有學生保險 然後他到實習單位的時候 他到底有沒有那個就是還 就是有沒有那個保險 要看他去你們那個單位實習 你們單位有沒有辦法投保 勞保如果他有勞務成書有沒有投勞保 那他如果有繳學費 他如果有繳學費的學校的話 通常學生保險都還是繼續在run 因為他跟著每年的那個學長費 漲單一起繳掉了 對啊 所以我就在想說 像有些有些實習生跟我們出去做採訪的時候 那如果說我們公司沒有沒有幫他勞保的時候 然後他發生事情的時候 那這個怎麼辦 這個怎麼辦 就是我剛剛實習比較少講到 像師大的實習 繳那學分費出去對不對 然後他還有一件事很重要 他沒有學生身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學籍啊 所以你學生該有的那種保障 你自己號稱他學籍關係 你又不給他學生身分 沒有學生身分 你也想不到相關的權利 像是獎學金啊或什麼的 OK 那再講講說那個錢啊 我所知道的是學校 就是實習學校跟本校師大一人一半 所以是有老錢 有沒有保險 看各校 各校可能給環保 環保你看起來也有保障 但是我其實剛剛一直要補充一個點就是 我們為什麼一直爭取勞保的重要 不是只有談執災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勞保啊 不起我站著講啊 不好意思 就是勞保的這個部分 牽涉到一個東西叫勞保年金 大家知道這件事喔 勞保年金 勞保跟勞退很亮的 因為現在是把它分開 勞退是有點像期間的概念 也沒部主在每個月要強勢提供 百分之六的薪水進去 像是幫你存錢 另外一個是勞保年金 是你退休之後 以你的年資跟你的那個薪資集聚去計算 OK 這個應該很清楚 那我們在講這個納保 還有一個最重要 就是我們老年的這一塊 沒有被保障掉 我直接算一個 我們先前都在算 我少保一年 我們都用少了這個概念去算 我少保一年 我老年的時候 就是我們這樣算喔 我65歲就只拿退休金好了 我活到80歲 我整整領個15年 我活得夠久 我就拿越多嘛 我就拿15年就好 請問少保一年 比15年下來累積少拿多少成 有沒有人算過 12萬 聽起來少少的沒有很多對不對 累積起來幾少成多 我再講一個 有點在累積來說 因為現在研究生 我們這群人 不被當作是 勞工至少學校而言 那假設我從 從碩一就開始當研究生 我當到國班 七年 好了 都在幫老公做一次 我少保七年 我們來看看老的時候 15年下來 15年我少拿多少錢 那我就說 剛剛12萬對不對 少保一年 86萬 86萬這個數字夠多了齁 這就是放大的效果啊 所以其實重點是這個文化號 那我再回到那個 實習如果可以被當作老保 來納保的話 其實這個年資算進去 也是很可觀的啊 你至少半年 你就是0.5個年資了 對於實大來說 OK 0.5個年資這樣累積起來 也差蠻多了 然後 欸我剛剛 我怎麼一直忘東忘西 我都想死 好 所以重點就是 剛剛意思 先提點說 有關這一點 老保年資的部分 我問一下 就是如果剛才你們提到那個 就是說那個 你們在修那個時期的學分費 學校跟那個 就是合作廠商它怎麼分 那事實上聽起來這個東西 就是有點像是 嗯 應該要簽一些什麼勞動契約 或者是 呃就是員工的契約這樣子 但是如果 呃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 簽著到一個三個關係 就變得感覺 這樣有一點疾病 到底是 呃 當你要收這個學分的時候 你應該跟那個 呃 廠商之間會產生一份合約 還是 這邊合約是 學校跟廠商就已經簽好了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們那個 呃 當助教的時候 你們 你們本身有跟學校簽什麼契約嗎 那如果沒有契約的話 我覺得 你們本身的認知上面就有問題 因為你既認為它是勞動 你又 中間又沒有產生任何的勞動契約 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如果有一個白紙黑色的話 就應該不會 有些在你那個校務會議 還被老師搶說 不然你來當校長 我覺得你就把這些契約拿出來 就直接對學校提到 我覺得 這是很明顯的意思 至於我沒有想到就是說 現在有些比如說高職生的那個實習 也是有跟外面的合作 其實如果就 呃 呃 勞動關係 或者是員工跟固執的關係來講 我不知道從這個角度來看 呃 呃 學校對學校外面的這種合作時期來講 算不算違法 比如說違法的話 我覺得從 呃 呃 未成年這個角度的時期可能就有很多的問題 對不對 我非常 你看這個契約的問題 好 正就是這個契約的問題 我們永遠在學校都是一個模糊地帶 所以呢 呃 接下來我們才會推動說 今天固有關係確定者 這個就是我們接下來要推的啦 因為現在光要認定是不是固有關係 都已經很困難 都還要用到政府的那個力量 那哪一個是依哪一個是國 其實一直都是這樣啊 就是我們勞動契約那些都不被明顯的規範 有啦 我們那個教學助理有沒有 學校會有一個規範 但我們不是簽契約 我們就只是送平安上去 所以其實老實說 照理說這個契約其實用來規範 顧跟呃 資跟勞雙方嘛 但其實這件事情一直都沒有被講清楚 甚至其實沒有這樣子的契約 對我來說都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那是因為老闆都會跨越那個 我們認知上合理的工作範圍 去叫你多做事情 因為他沒在碰他們去 就是沒有契約會犯他 我們也告不了他 這所以呃應該是這樣講 我們不是不做 是未來想做這件事情 而先前沒做 也導致我們一些權力的受損 對 所以呃我們要當下 我們在成大需要當教學助理 我們沒有契約 我們就是打個老師去找哪一個學生 然後這樣子的名單 老師改一張 學生簽一張就上去了 上面完全沒有包括 勞方要負責什麼 資本要負責什麼 完全沒有 那沒有之外 呃 勞方要擔任教學助理的時候 還必須去上課 所以才會有很多教法中心 都要開課程 你要有很多代價 你才能去當老師的TA 好 這已經是雙重 我認為它是已經雙重的不對等的 然後 拼案上面我們要寫清楚 就會產生剛剛原廷講的 我們所認知的 應該要為勞務付出到哪裡 跟老師所認知的 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這也是我們一直想要推勞務關係 就是說一旦勞務關係確立 勞方要負責什麼 資方要負責什麼 清清楚楚 白人類的寫清楚 成大家也會這麼做 而且他就會直接告訴你 就是只能有一個問題 對 對 因為多重身分 學生只好有學生證 那學生證上面 有一些學生的義務跟權利 有一個規規範在 對 就是說 起碼你要進到這個學校裡面 但是如果多重身分 就是應該是有多重契約 我覺得就是說如果沒有契約 或者是當學生進到這個學校裡面 他原本就是有一些校規在 那可能你在進了一些流程裡面 你本身就已經有千尼蓋上 比如說你要進到這個學校 或者是納儲之外等等 不是每個人都會從智勞務付出嗎 是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剛剛我們提到的就是說 學生或者是勞工多重身分 那本來就是可能的 那只是說 在這些法律的一些契約上 就是要分開來 對 對 就是做朋友 哪一個到底是哪一個 應該有什麼鬼 這樣 好 我想問就是 那這樣的話就是勞權的爭取 你們到底是跟教育部爭取 還是跟勞動部爭取 因為剛剛在看 就是跟勞動部好像動作比較多 就是教育部好像沒有什麼在管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校園的行政是不是也該歸勞動部管 就是教育部應該是管 就是教育體系上面的東西 那就是你們是怎麼界定他們 你們是跟哪邊爭取 爭取什麼事 好 台灣這個政府的體系裡面呢 有權責去管勞動事務的 只有勞動部 OK 好 然後 學校的主管機關叫教育部 啊 可是這就代表說 只有教育部可以管我們嗎 不是嗎 對不對 學校一大堆編制外的人員 就是非公務人員 等那一群人 也都是勞動部啊 搞勞保啊 所以其實在策略上喔 做了什麼事情 兩邊都有找啊 但是找不一樣的 我講一下 一開始最早是教育部 要形成這個處理原則的時候 找了高教工會去開會 但是中間出了一些 就是教育部在那邊放題玩豆啦 就是弄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一下子說要公布 一下子就不公布 都很久 他去年6月4號就說要做了 對 然後找高教工會去開會 可是 找高教工會跟台大工會去開會 然後因為 我那個時候還深奔沒有 所以我無意有去參加 那那個時候我們就有討論說 我們要讓教育部談到哪一條 我們要固守哪一條 就是哪一條是我們要保護的 談到那一條 我們就不讓教育部談 所以我們是集體退席 然後退席他們更好玩了 他們就無條件競速通過 每一條就念一念這樣子 他開門就是找我們大家來聽教育部宣示 我們哪一條要做什麼 這就是他們的開會 這就是他們的溝通跟協調 那也因為這樣子 從去年6月4號公布之後到今年 一直中間過了一年 他們都沒動進 就是這中間全台灣的大學 都在等教育部頒布這樣子一個草案 然後我們這邊運動也一直在找 勞動部要趕快出來 因為我們知道教育部那個草案 是很可怕的事情 會跟畢業很攤盪在一起 所以一直push勞動部 就勞動部今年7月 應該是17嗎 還是什麼時候的時候發布了 教育部在當天下 我就隨之也發布他們那個草案 就是也實施 那全國的台灣大專院院校 因為我們的主管機關是教育部 所以我們聽從教育部的指導原則草案 我在中間補個細節脈 因為找教育部活泡 然後又主管機關 應該是要找勞動部 我們一直都不認為 教育部可以凌駕他的那個 所以當然我們還有一些策略上的 就是檢舉行動 我們當然都還是找勞動部 那我記得應該在陳潔如的那個 質詢之後 他們在這個壓力下 勞動部自己也出現那個房 而且過的都還比教育部快 對 這個就是很奇怪的地方 那兩個部會沒有辦法互相溝通就算了 然後一人一套 那你一人一套之下 下面的人如何做事情 我到底是要聽教育部外的勞動部 那因為教育部的立場 跟校方比較接近 所以 就是校方他就說 就我們現在看到 不然台大專大 就是將來的成大 全部都一群的是教育部的草案 對 你講的比較可怕 勞動部留了最後一條 他跟著教育部啊 去割了一個 一種助理叫做學習型助理 不用納保的那一種 教育部割了這一種出來 勞動部喔 照理說 他是勞動主管機關 但很有gas說 全部就是有勞動事實就是嘛 沒有 他最後一條 留了一個說有學習關係的 就交給教育部 OK 所以這個是我們目前運動上滿挫敗的 他們兩個竟然連成一起 對 一開始是體系很混亂的 到底是因誰的 你咱一樣 最後他自己這樣連起來 而且是連了一個對我們鼓勵的 他可以無限上綱的說 你今天什麼都是學習 我聽過一個最可忽然可差的 就是有某校的學務長喔 不是本校的 但他也很贊同他的修法 他說倒垃圾也是學習關係啦 我們就在那邊笑說 拜託喔 我是那種環保物什麼什麼研究 我倒垃圾研究 我說不不不不 同學你要知道 我們生活中都在學習啊 你那個每一次分類 你都要學一次的資源回收 資源的那個分類 所以你是學習關係 我們就開玩笑 我們想問說 校長 你剛當上校長的時候 你有沒有學習 教授你在當教授的過程 你要不要學習 你不要領研究經費 不要你領本或薪資嘛 為什麼這個要被弄在一起呢 包括校長要不要實習校長 都來實習一下 然後我補一個 剛剛忘記講的脈絡 就是師大現在有一些工作 他要全面變成學習關係 我們就針對這個在玩 好好學習關係 我們是學生喔 我可不可以翹課 要來玩大家來玩嗎 那我不會評鑑老師 欸我要來評鑑我老闆 是不是好老闆了喔 好玩喔 對 所以其實我要講的這個點 我不是故意要去衝湯老師 是整個政府體系跟學校 他們站不住腳 把整個價值體系弄得很混亂 原本是很單純的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但他們被太多的權力這種 勾結在一起 他們無法做決定 亂了陣腳 搞得現在大家真的是人要麻煩 工會的這學生 整天都在想要怎麼辦 怎麼串聯怎麼組織 怎麼吃壓 以為仗已經打完了 殊不知還沒 而且我現在 我前天已經畢業了 我都不知道我接下來正常 有什麼方法 有點尷尬 對啊 所以 就是聽起來有一點悲觀 但是 只好在悲觀裡面 找一點路來做吧 也許它是潛艦的動力 對 其實有一點 其實我覺得 它有部分是黑相的部分 就是 你如果還是針對 剛才那個時期 你們講的四千塊 但你剛才提到的就是說 學校跟公司啊 它怎麼分 怎麼不曉得 就是 但是有可能 我應該說 你們跟學校的確沒簽契約 但是公司不是笨蛋 就是一旦有那個權利 就是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所以學校跟公司 必然有一個 這四千塊 他們之間怎麼分的那個契約在 但是這個東西是黑相的 也就是我建議你們 可以去朝這個地方去追 一旦再去追這個點的話有沒有 其實就不會有什麼 那個模糊的地帶 一旦公司跟學校之間有契約 那你們勞動 勞動 他不管提供這個人的時候 他就成 變成說這個契約裡面 一定有規範在那裡面 只是說 你們就把這個契約內容裡面 給挖出來先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可能今天只能先到這裡 那如果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話 高教工會 對 如果你才是學生的話 你可以去FBK 找到這個粉絲專頁 你可以更深入的去 表達這個議題 對 那我們還是預告一下 下禮拜 就是我們下禮拜整個星期 要談的是台中的歷史 就是會講到說 為什麼日治時期 日本人要在台中做這些建設 我們要講台中是怎麼誕生的 那 明天 明天 對 明天 再想想 再明全路的想想 我們晚上幾點 七點半 七點半有一場是要紀念 你要不要理想 其實是那個718 苗栗大土事件兩週年 然後我們是想說 在我們中部地區 其實公民的一個串聯 也是很需要的 因為718這個事情呢 其實是 對某些朋友而言 它其實是一個公民醫師的一個出動 是從這邊開始的 然後我們在 我們是在想說兩週年 那這個不是一個進步 但是我們應該要知道說 我們之後還可以怎麼做 然後這件事情 我們並沒有忘記 對於曾經執政的人 然後現在執政的人 還有未來執政的人 我們都要告訴他們說 我們都沒有忘記這個事情 然後明天七點半再想想這個空間 然後是邀請到拿鍋鏟的女人這部影片 瑞布諾拉拍的拿鍋鏟的女人這部影片 她的主角其實就是 大補江藥房的女主人 瑞秋春女士 然後這部影片的一個播放 然後另外就是 在大補事件當中 陪伴自救會很長很長一段時間的 小巴黎樂欣這位朋友 然後還有就是 沾順位浴師 請他來講講現在訴訟的一個現況 跟訴求的重點這樣子 那沾順位浴師 他沒有辦法到現場 不可能就是用視訊連線的一個方式 那這是明天的 哲飛舞哲學會星期五這件事情 邀請大家如果有空的話 請跟我們一起來紀念這個七八這個時間 謝謝 好那最後公商服務禮拜 就是我們等一下會發這個 就是下禮拜六 島國前進他們要在 他們要在新手書店放一部電影叫 《白米炸彈客》 那對電影有興趣 或是對所謂農民的議題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一起來看電影 好那我們就先到這裡 謝謝大家